恒河就像是中国的黄河长江一样 都是被誉为母亲河的世界大河 不同的是 黄河长江只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母亲河 而恒河不仅是印度的母亲河 更是印度普洛门教徒心中的圣河 但如今 印度人眼中的圣河 却被这种生物所霸展 高峰期时数量甚至多达500多万只 大家好 我是启明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 这种泛滥成灾的生物 恒河甲鱼 相信不少中国网友都知道 印度恒河是一种神奇的存在 印度沿河的居民吃河拉萨 都在这条河里进行 最近 因为印度新冠疫情的全面失控 死难止重多 更是出现了上游反尸 下游沐浴的器官 简单地了解了现在的恒河之后 就让我们开始讲一讲 今天我们所要讲的主人公 恒河甲鱼 恒河甲鱼是以恒河为发源地的一种鳖类 除了在恒河之外 恒河甲鱼在巴基斯坦的印度河 莫哈纳迪河 吉尼布尔 孟加拉国也都有分布 其总体呈橄榄色或绿色 硅甲质地柔软 表面粗糙不平 有较强的颗粒感 头部到颈背之间 有黑色的斑纹 成年的恒河边全身长 70到100公分 我国其实也有着一些野生恒河甲鱼 这些恒河甲鱼 更是在2018年 被我国野生动物保护组织 列入了一级野生水生动物保护目录 尽管如此 恒河甲鱼 恒河甲鱼还是无法摆脱其作为外来物种的身份 所以并不能随意地进入我国 既然名字是叫恒河甲鱼 那么恒河甲鱼 在恒河中的数量必然是巨大的 可惜啊 由于印度常年对恒河水的污染 这些恒河甲鱼 早就变得生怀剧毒了 甲鱼和乌龟一样 同样属于肉食动物 而生活在恒河中的甲鱼 吃的肉相比较起 一般水域中甲鱼吃的肉来说 组成要更加的复杂一些 要在恒河边焚烧掉 才能够得以安息 并打破轮回成为神灵的眷属 所以 每年都会有数以万计的死者尸体 在恒河沿岸被焚烧 这种大规模的火葬行为 也因此被有些人视为商机 在印度的瓦拉纳西林 许多名为旧熟之家的旅店生意火爆 而这种名为旧熟之家的旅店 就是专门为那些等待火葬的印度人 准备的休息场所 在旧熟之家居住的印度人 大多都是一些上了年纪的人 他们有的人在旧熟之家往往住不到几天 就会因为身体技能衰败 或重变不治而死去 在这些人死去之后 他们的家属就会付给旧熟之家的吸引者一笔钱 让他们将死者 抬到恒河边上进行焚烧 这种模式发展到了现在 在旧熟之家这类旅馆居住 并等待火葬的费用 也逐渐攀升到了普通人家 难以接受的地步 于是更多的人 就直接选择了抛尸恒河 看到这儿 我们就不难发现 这些恒河甲鱼的食物来源 就有点细思极恐了吧 其实 恒河中的腐蚀还不只是这种 还有被誉为印度圣瘦的牛 牛在印度人眼中可食生物 特别是乳白色的母牛 根据统计 目前在印度全国 流浪的牛就有多达三亿头 而这些流浪的牛在死后 基本上都会被当地的印度人 投入到恒河中去 经过了这么多年的污染 在恒河中腐化掉的人 牛等其他动物尸体 简直不知反击 同时 除了这些之外 印度人的排泄物 生活污水 也才源源不断地排放到恒河水中 试想一想 在这种环境中生长的恒河甲鱼 究竟有多么猛烈的毒性 当然了 恒河甲鱼之所以会泛滥 也并不全是因为恒河甲鱼体内含有毒性 更多的 还是因为恒河在印度人心目中的地位 前面我们也说到过 恒河是印度人心目中的圣核 自然而然的 印度人也就把在恒河中生存的一切生物 都看作了不可冒犯的圣灵 它们不仅不会捕食恒河中的生物 甚至还会给恒河中的水生生物 投送食物 在这种种因素的影响之下 恒河甲鱼的数量不仅不会下降 反而在数十年间 以极快的速度适应了恒河水质改变 所带来的负面作用 也更快的速度繁衍了起来 根据统计 截至2020年年底 恒河主河道中生存的恒河甲鱼 就达到了恐怖的500万只 面对着数量如此庞大的甲鱼 印度政府也不得不正面一个问题 再这么放任恒河甲鱼生长下去 恒河迟早也变成甲鱼的天下 于是 印度政府开始打起了甲鱼出口的主意 第一个被印度选中的 就是有着吃货故乡的我国 我们都知道 甲鱼的体内含有着丰富的动物胶原蛋白 和脚蛋白等其他营养素 可我国的消费者们又不是傻子 且不说印度这种公开饭养的生化武器 能不能出口 即使是能够出口了 我国又怎么可能会选择印度这种 污染大国作为食品进口国呢 毕竟早在2015年 江苏南京市机场检验检疫局 就曾查获了一起 携带恒河甲鱼入境的事件 一位中国游客前往孟加拉国旅游 看见恒河甲鱼之后 因为好奇满了一只 于是给江苏空港口岸送了一个 首次携货活体恒河甲鱼的经验 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 国家对来自印度的生物 到底有多么重视 随什么印度出口恒河甲鱼 到我国之类的传言 根本就是无稽之谈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 欢迎留言评论 还没关注的朋友不妨关注一下 我是启明 我们下期见